記者現在位在的是 國產機車龍頭的員工餐廳 可以看到現場可以容納 300位員工同時用餐 而且重點餐點還統統免費 堪稱是幸福企業 這也是成立50年來 首度在鏡頭前曝光 員工大口大口爬飯 吃得好滿足 因為這菜色可是一點都不馬虎 菜脯 豆豉 辣椒 大火快炒 這還只是小菜而已 三杯雞 油菜 洋蔥新包菇 還有醃製泡菜 標準四菜超澎湃 但可別以為只有這樣 在搭上這鍋 餐入豆腐 紅蘿蔔還有肉絲 滿滿配料的酸辣湯 光有看的都口水直流 非常的大分 然後又吃得非常的飽 我們夏季的話 都有一些飲料啦 或是說固定就是 有一些水果這樣子在調配 然後我們都很期待 每天的餐這樣子 甚至飯後來晚冰冰涼涼的洗米露 更是過癮 不只每天要提供近兩千份的 免費餐點 菜色還天天都有新花樣 那麼在午餐的話 我們也有提供所謂的定食跟麵食 所以員工可以自由選擇 一餐是四個菜 所以中餐跟晚餐 就會出八個菜 原來就連主食都有得選 湯麵配上這大塊多汁的排骨 背後工程可是關鍵 我們的廚房全部是自己的員工 所以我們對證照的要求 對教育訓練的要求 對很多的要求 我們都可以自己來 秉持這樣嚴格的理念 就是要照顧好員工的胃 東森財經學員 留情張博祥 李昂麗 高雄採訪報導